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本期视频我借着自己对Costco商品的了解 给大家开箱分享几样我认为比较好的商品 以及几样我并不太喜欢的商品 或者是不健康的食品 对所有商品的评价 仅是我个人的观点供大家参考 如果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欢迎在留言区留言 一起深挖一下Costco的商品信息 首先推荐这款超薄的淋浴喷头 具有5种喷雾设置 并且出水的动力带有脉葱按摩的效果 使用时只需轻轻的转动手柄 可以将出水设置由喷雾模式转成按摩模式 淋浴喷头带一个手持的喷头 以及一个5英尺的不锈钢软管 镀隔表面轻薄耐用 上次打折的时候 我已经把我们家的淋浴全部换成了淋浴喷头 这个浴室的马桶刷我实在是太喜欢了 非常的伪生而且使用方便 使用时把刷子提起来 罐子的盖就会自动打开 这样的设计实在是又巧妙又干净 刷子的耐用毛刷以及锥形形状可进行深度清洁 罐子下面内置的滴水盘可接住多余的水分 并使其蒸发 这个设计实在是太贴心了 已经断货很久的这个羊皮地毯 一定要推荐给大家 这个可是选用百分百的新西兰羊皮制成 这个小号的尺寸是1.05米乘以0.6米 放在单人沙发上或者是电脑椅作为靠垫都很适合 而且这几天在店内清仓仅24块9毛7 但是已经没有我这个几年前买的白色的了 这个地毯我用了几年 一直用洗衣机来洗 你看还是很好 给大家推荐这款一组三瓶装的清洁乳液 内含强大的去污污污吏和添加的漂白剂 特别适合清洁厨房油污比较大的地方 它可以轻松的胜任清洁厨房的瓷砖 灶台以及抽油烟机 只是用湿麻布沾着清洁乳液清洁物体的表面 就可以快捷有效的去除污垢 它也适合用来清洁浴室 这个是用来清洁机动车玻璃的清洁喷雾 它的有效无残留配方 能够快速的除去挡风玻璃 以及镜子上的污垢和手印 一组有4罐我亲测是非常好用 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 用它清洁过后的车窗 还不容易起雾 也推荐这个防雾的眼镜插布 也是冬天戴眼镜人士的必备 衣盒内有10片柔软的插布 每一片可以用长达200次 适用于近视镜老花镜 以及潜水镜游泳镜等 使用时轻轻的擦拭镜面两侧 就可起到防雾的效果 这个一板八支的修正胶带 说明上著名是抗撕裂的薄膜机胶带 但我在使用的时候用坏了好几个 尤其是给孩子用的时候 使用的时候不恰当更容易断裂 剩下的这一个在我录视频的时候 用它来拍摄竟然没有断 至于这种表现我还是推荐吧 用它修正之后要稍等一下 再在上面重新写字 这个建议大家在打折的时候再购买 比较划算 本月仍在打折的这个厨房用储物盒 它采用的是不含双分矮的塑料材质 也可以罗蝶价格也比亚马逊上的优惠 但是其实我并不是推荐购买这个 它虽然可以放入冰箱内储藏食物 但是也占用了冰箱内的空间 拿取食物还不太方便 如果说用它来储存杂物 随便找一个可循环的纸壳就可以 在食品方面要推荐的有很多 被很多人评价最像哈尔滨红肠的 这款Harvest的香肠 我们全家也很喜欢这一款 一包1.5公斤 这周还有特价 每一包减3.5元 这个香肠可以这样切片直接吃 也可以和蔬菜炒一下 但是它在里面成分 除了猪肉和红糖之外 还有很多的添加剂 所以并不建议经常食用 打折的时候解解馋就可以了 Costco这个一箱2.25公斤的毛豆 必须给大家推荐 这里面是酒袋独立的小包装 每次加清水加盐 煮一包就可以 毛豆不但是可口的小零食 它所含的人体所必须的 雅油酸和雅麻酸 能够改善脂肪代谢 有助于降低人体中 干油三脂和胆固醇的含量 Costco的这个毛豆颗粒饱满 虽然是冷冻的 但是也非常新鲜 在Costco我比较喜欢这种冷冻的牛油果 它一袋2公斤和新鲜的价格也差不多 而且已经去皮切成小块了 特别适合做牛油果色拉 以及牛油果酱 Costco的这两款囊也是推荐 迷你款一袋14个 传统款一包1.3公斤 我通常都是买大包装的 因为价格便宜了一半 而且它们都是一样的传统的素囊 是在尼炉中烤制而成 这个中东特色的囊里面含卤酪和醋油 平底锅放一点橄榄油 两面煎一下真的是很香 这个英式的小发面饼我也推荐 它除了可以夹鸡蛋和bacon做早餐之外 稍稍烤一下夹上猪肉碎或者牛肉碎 就是肉夹模的完美替代品 就是Costco的这个大包装 家里人口少不太适合 在Costco的冷藏熟食区 这一盒的鸡肉墨西哥卷饼套餐值得推荐 一盒按重量不同在17元左右 里面有8个巴掌大的玉米薄饼 搭配着烤制的鸡肉色拉以及芝士 可以随意放上所搭配的两种酱料 给上学的孩子作为午餐非常的适合 这个打折的有机果仁饼干 可是非常的好吃 它里面含南瓜籽杏仁饼片 葵花籽以及椰子及其他穀物 不含糖不含麦夫 有一点像蔬菜饼干的口感 是减肥人士最喜爱的生酮食品 这种低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能够让身体燃烧脂肪 进而产生酮体 补充大脑所需要的能量 但从口感上来讲 它也是不甜 而且酥脆可口 这个用来做凯撒鸡尾酒的饮料 一组两瓶清仓特价仅5块9毛7 推荐这一款是因为它是用玻璃瓶装的 所用的也都是天然的配料 是番茄蛤蜊汁加辣酱调制而成 自己在家中用这个饮料加一点福特加酒 就可以调制出一杯凯撒鸡尾酒 饭店一杯这样的鸡尾酒 都不止5块9毛7了 但是要喜欢这种口味的人 才会喜欢这款具备酒饮料 这个一箱六合自带汤碗的豚骨拉面 整个二月份有折扣 每一箱优惠三元后是10块9毛9 这个豚骨拉面上面写着 只需微波炉4分钟就可以食用 包装上的鸡蛋和牛肉可是要自己配哦 里面还有两种酱料包 这款豚骨拉面我尝试了两种方法 一是传统的用开水煮一下 再就是按照说明书上用微波炉加热了4分钟 感觉味道一般还是方便便的味道 这种方便食品里面的成分表都含有大量的添加剂 所以不推荐这款面 Costco的这个一足两合的蛋糕卷也不推荐 这个价格是不错 但是它蛋糕本身就很甜 原味的中间夹的蔓越莓夹层也是超甜 巧克力的口感略微好一点 但是甜度大多数华人都不能够接受 蛋糕卷我还是喜欢自己做 还可以自己随意加水果和装饰 喜欢吃甜品又想要健康一点就不能够偷懒 这个新上的一盒12个的蛋糕小松饼 每个独立包装上面还坠着五颜六色的糖粒 倒是很好看 但是不建议给家中的小朋友购买 每37克内就含有11克的糖 成分内还含有甘油改良的玉米淀粉 以及棕榈油 还是花一点时间自己给孩子们做蛋糕吧 这个经常打折的巧克力豆夹心真的是不推荐 这个巧克力豆外面是黑巧 里面是流心的蓝莓果酱馅 黑巧的甜度还可以忍受 里面的蓝莓流心馅实在是太甜了 口感就是和糖浆一样 看一下它成分表里面的糖含量 已经超过了一半 即使有打折也要绕道而行 Costco这个大袋10磅的胡萝卜 如果家里人口少真的是不建议购买 主要的是它不容易存放 放几天之后就容易变黑 还是在其他超市买小包装的以免浪费 2月份打折的这个一箱24瓶的水果饮料 它在里面没有添加任何的糖分 口感是来自于天然的水果 这个小瓶特别适合给孩子上学代 而且还能够提供丰富的维生素来源 Costco的大白梨也值得推荐 个头大水分也充足 冬季和春季都是感冒多发的季节 多吃梨能够有润肺 止咳化痰等功效 就是它的价格 已经从8块8毛8涨到11块8毛8了 在Costco的冷库内 卖的这个泰式的沙拉很好吃 一包3块4毛9 有277克 中等份量刚好够两三个人吃 里面的蔬菜有花椰菜 鱼甘蓝 这款色拉低胆固醇 低卡路里含丰富的纤维 滚儿包里面含有向日葵籽 和芒果干以及藜麦 所配的酱料就是泰式的辣椒酱 酸酸甜甜的 有一点点的辣味 和蔬菜拌在一起非常的爽口 这里面的这几样菜都是比较脆的 花椰菜和包菜还稍稍有点硬 我比较喜欢这种脆脆口感的 也可以自己再加一点黄瓜丝 在上一期的Costco特价介绍当中 我有说到这个马卡龙 过了情人节之后就会打折 果真情人节一过就变成9块9毛7了 这个价格再不出手 太对不起这么漂亮的马卡龙了 回来尝试了几个 真的是给我惊艳到了 它的外皮很酥脆 没有圣诞节那款马卡龙那么甜 粉色这一款中间是树莓夹心的 有一点点酸酸甜甜的味道 用杏仁粉和蛋白所做的马卡龙底层 非常的柔软 白色的中间是香草夹成 也不是特别甜那种 感觉是我吃到的最好吃的马卡龙 但是它的含糖量比较高 每两粒马卡龙30克就含有15克的糖 在这种美食面前 还是要把握住自己 好 本期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这样的分享 敬请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